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野生藤茶 蛮的朋友呢想买我家的野生藤茶 但是呢又找不到我 现在呢我做好链接了 今天把链接给做好了 做了两个规格 一个带装然后一个罐装的 今天晚上7点30分了 三少开播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 7点半记得来三少的植物店 下一单尝尝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藤茶的特点 它上面是白的 这个白的不是发霉 它就是白的 上面的精华就是白的 然后呢因为是野生的 里面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杂草 或者松针 这个都是正常现象 虽然有挑过 但是难免会有 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家里来了两位客人 三个已经炒好菜了 全是三个炒的 吃饭吃饭吃饭 快点进来 还害羞啊 随便挑点了 没什么好菜啊 没有吧 当人谢谢了 还有位阿姨 还有位阿姨 不要谢 还有一位呢 拿那个阿姨 吃饭了啊 谢谢 够到了 这个给我啊 那你给我这里吧 你挨我这里做吧 来 来 吃吧 还有 鱼 我们和人家的鱼 这拿到鱼子在我们家里 这个猪是自己养的那个猪 拿一下 这个笋子会有点点有点点苦 就是人家苦吧 有点像 吃饭吃饭 吃饭 吃饭没有什么太多 是啊 这么多了 两位美女说来帮我打包茶叶 打包盆茶 先把这个鸡银花给花 我把它蛋打出来 你还要瘫吗 还要瘫吗 还要吗 这里要不要 这里要瘫一点 你瘫两个 今天又已经真发货 满满的一车 你又怎么讲 跟别人拿东西怎么讲 谢谢吗 这怎么讲 谢谢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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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走修 他要走修 他要解释 他要走修 走了 去吃火锅了 大乐天吃火锅 要不要 哇 吃火锅大乐天了 吃火锅 中文字幕提供